大家看我家这只鸡 我今天早上去喂食的时候 没有下来吃食在上面趴着 我看鸡的胃很空很扁 也不是很精神 我就把它从鸡窝里拿出来了 刚出来的时候鸡的尾巴也是往下落的 很没有精神 我们回来给它吃了一些水 喝了一些水给它一些食 还好看现在比刚才好多了 尾巴也翘起来了 但是它的翅膀呢 还没有完全的起来 有点往下落 特别是左边这个翅膀 有点往下搭了的感觉 不知道它是中暑了还是 有蛋排不出来 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是看它这会吃食什么的还行 我会继续观察 希望它没事 大家好 今天是第二天的早上 鸡看着已经好多了 翅膀也上去了 翅膀也翘起来了 看着精神好多了 我们发现呢 昨天它是有一些拉锡 刚才我们又给它喂了一点燕麦粥 就是要注意的是不能让它吃油腻的东西 现在它是消化有点不好 看来问题不大 就趴下了 还是身体有点弱 但是比昨天看着状况好一些 然后我在找原因 为什么鸡会拉肚子 然后我就发现 我这是昨天泡的鸡石 看上面已经长了一些毛 就是因为现在天热了 这两天天气达到29度 前天是32度 所以这个鸡石泡时间长了 特别是我这个 这个锅的盖是盖着的 而且这个锅也没有好好的清理 我猜可能里边有油啊 或不干净的东西 所以鸡石 泡的鸡石就长毛了 那我这是今天早上刚刚发现 前两天喂的鸡石还没有看到长毛 所以这个鸡石我就准备把它扔掉了 天热呢 是泡鸡石就应该把这个锅清理得非常干净 一点油都没有 那为了保险体验呢 我觉得从现在天热呢 我就从现在开始不再给它们泡鸡石了 这些喂干的鸡石 我准备了一些有机的苹果醋 这是用苹果天然酿制的醋 里面有很多的有益的菌 不光对鸡对人也是很好的一个醋 另外我就切了四瓣大蒜 我把它切碎了 一会呢我会把这个苹果醋 还有这个蒜 苹果醋大概加两大勺 放到那个我们家喂鸡的那个桶里面 然后蒜也会放到里面 这样呢就是他们喝水的时候 就能够把这些东西都喝进去 这样也是帮助它消化 我会继续跟大家跟进看看它效果怎么样 我不仅仅是给这只生命的鸡 消化不好的鸡 我也会给所有的鸡都喝这样的水 这样也是防止它们挖肚子 我把这个喂鸡的桶装水 这个桶已经装满了水 把这个大蒜放进去 然后再放点这个有机的苹果醋 我放了满满的两个瓶盖的醋 另外要放在水里加醋以后呢 这个鸡下蛋呢它容易会下转皮蛋 所以一定要给鸡喂蚝壳的皮 然后呢就是让它能够有足够的带 就不会下一转皮蛋 大家看这个就是蚝皮 是蚝壳那个它弄碎了 这个的作用呢一方面呢是补钙 另一方面呢就是它可以起到那个磨碎鸡的食物的作用 因为鸡它没有芽 这个就是在它的这个树子里边 最后到那个胃里边 再倒树子的时候 它会起到一个就像芽一样 把这个的食物都磨碎 我希望这些鸡都没有事情 好,谢谢大家观看 愿上帝赐福你 我们下次见